新城乡公所举行的新城乡葛马兰纪念公园街牌及文化祈福活动 要传承新城乡特有的葛马兰族文化 经内政部护政事2023年的统计 总葛马兰族人人口数有1572人 新城乡公所透过丰富多元的文化族群抵蕴 让葛马兰族后世代有寻根感念的所在地 新城乡公所21号上午举办新城乡葛马兰纪念公园街牌及文化祈福活动 传承新城乡特有的葛马兰族文化 经内政部护政事2023年人口统计 总葛马兰族群人口数约1572人 新城乡的合理台表示地名是鲜明的脚印 是历史的缩影 是人与自然争地留下的血泪证据 我们或可以从地名一窥地方的开发室以及住基 从家里万到流流 我们秀出平补族的气息 因此葛马兰族纪念公园所预寒的异议 当时有6000多人 事隔140几年 140几年 怎么会值这些人口 我真的是不值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把这个 葛马兰纪念碑坐在这个公园里面 而且它面向的是国府里 萨基拉亚部落的那个基地 就是当时在1878年的时候 共同抵抑亲兵 萨基拉亚跟葛马兰差的魅族 所以我把他面对这个萨基拉亚 萨基拉亚就是国府里那个地方 这是有顶固的 因为当时这个两个部落是最友好的部落 在这个齐来 齐来平地 我们这个地方叫做齐来平地 是最友好的一个族群 虽然这两个族因为部落的不管是妇女被窮毁啊 还是因为汉人的事件哦 两个事件的导致是这样子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这两个族群原住民 他愿意为自己的部落 复理的潜意也好 还是土地的潜意的各方面的 以族人的各项的福利 他们愿意来挺身而出打这场战 县佛院民处辅兴科科长 罗敬达哨表示 县城相当重视原住民的各项文化历史 也肯定县城厂长合理台的用心 在合理台乡长的带领下 从我们北到新城南到加新 都可以看到我们原住民特色 文化的一些基础建设 意象也好 那今天特别有这个 葛马兰这个纪念碑的街牌仪式 非常的感动 非常的感心 感谢我们乡长在文化附赠 文化推广上面的一个努力 那未来如果公所这边还有需要 那我们原民处 花林县政府也会跟我们所有的族人站在一起 也希望我们继续来为我们原住民的文化来推动 相当可代表是18世纪末汉人清肯宜兰之后 导致葛马兰族往南迁起 在19世纪中叶与花林平原家里院 现在向家里村西畔公园临近周边 城市葛马兰族开肯四季的聚落 为避免因文化变迁等因素 使乡亲甚至族人遗忘 相互所特别规划葛马兰纪念公园 以往上保存迁徙最终落户家里村所在的纪念信 感谢新的许正伟以及各位现议员的协助 也感谢新的下面代表会全体代表的支持 让历史与文化也能够对待今日永续保存并且流传 记者金鸿逸 新闪相簿道